大家都知道 熊猫界有一个天生笑脸的大美熊 就是飞云了 飞云的这种美是倾国倾城的女神美 后面又发现了一只也是天生爱笑的大美熊 而且它的笑跟飞云这种笑的气质还不一样 会更加的憨态可居 它就是传闻当中泳泳跳的本熊泳泳 这个毛色还有羞绒是天生的还是蛙没蛙的呀 永永是秦韵的妈妈 强生的姐姐 跟金虎和七仔都有一段相亲的故事呢 这是他的亲弟弟跟他用同一张脸的强生 但是强生的气质会更有一种老干部的感觉 姐姐呢就会更加憨态一些 熊猫界翻白眼的天花板秦韵 就是永永的第一个女儿了 永永和他的弟弟以及女儿儿子都是这样的小眼圈 之前不知道为什么熊猫像这样跳会叫永永跳 可能是因为永永是这样跳的鼻祖吧 现在秦大舵也是这样跳的 所以秦大舵跟永永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啊 原来永永的名场面不光只有永永跳 叼着饲养员的靴子去换食物的原来也是他呀 听说之前金虎的奶妈还带着两个玩具球来相过亲呢 但是熊猫圈真的没有熊喜欢金虎吗 怎么感觉大虎子跟好多女熊都相过亲 但是没有一个成功的呀 所以熊猫圈选择夫婿的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大虎子明明很帅的嘛 除了小时候性格比较皮 会去惹小绿熊之外 好像也没有什么缺点嘛 不过金虎比较伤心 悲伤不是你一致熊的 永永没有看上你 他也没有看上七仔呀 好像当时是七仔和二郎一起跟永永相亲的 但是永永最后选择了二郎 这是之前永永一拖三的视频 带着锦小七和他自己的双胞胎儿子 但是后面有一只弟弟去世了 现在只剩下永动机了 难怪这么多男熊都喜欢永永 脾气也太好了吧 面对三个废头子 还是这么温柔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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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